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這個星期的 令世界覆蓋得陰謀有我 Nicky哥 和小花 最近這個武漢肺炎 其實還沒有明確的改善 會減退的跡象 雖然有很多人 甚至乎是我媽媽研究 已經做了研究 不可以說是研究 純粹是討論 會不會像當時的SARS 一到天氣熱的時候 就會有少許減退的跡象 甚至乎是沒有了 但現在暫時出現的情況 就不太明確 但我又這樣說 雖然我們曾經有SARS的經驗 曾經 不是重SARS的經驗 經歷過這段時間 我們很多人 但是如果要拿回一個已經隔了十年前的情況 去比較 我認為這不是最好的方法 因為有參考的價值 但是今時今日 人口 各個地方的施政等等 其實都已經很不同 所以這些 不能說 我們又不是什麼學者 純粹是討論一下 也是的 小花你好像有些東西想分享一下 那分享之前先說一下 我們先說給大家聽 其實今集就不說武廢了 因為武廢說了很久 不過 不要說上一集 因為人們不一定順著看 我們有一集是說韓國新天地會 提到一些邪教等等的事情 我有看到一些留言 通常很少人留言給我們 留言一兩個很各眼 我就看了 有人說想問B拍在哪裡 所以說回 其實本身我是一個收費節目 我們會大約有一個小時左右 加上約 可能有時候九個至十個至十個至上 就會分三節 大概平時都是一節上YouTube左右 沒錯 如果大家想留意你對我們的節目 那個題目很有興趣的話 想聽第二至第三節的話 其實可以去到我們MIHK.TV那邊的網站 那邊可以登記 當會員 然後課金去看一看 我們的節目 其餘的部分 因為其實我們都很努力 去準備每一集的節目 所以希望大家多多支持 那也說錢 雙感情 鱷魚聽也可能有罵 就是大家 如果大家搞不搞 才會說一些好聽的東西 只是想搞不搞聽 那可以怎樣呢 其實我們MIHK.TV 逢星期一至五 在我們的MIHK第二台 由八點鐘開始 都會有一條直播連結 其實我們所有不同類型的節目 都會在那裡免費播放一次 付費的就是給我們一些重溫 如果假如真的想聽我們 或者某些時間沒有滿 逢星期一的晚上 就大約約 我也沒有確定 十點多 我想十點左右 我們覆卓的陰謀 就會在直播的時間上播出 大概就是 因為我看到有人留言 我很少有人想聽B部分 很厲害 大家可以多留一些 無論是負面也好 正面也好 你這個人說話不行 其實可以多給我們一些意見 我們會是 很說沒有反應 很坦白 其實也很感謝大家的支持 所以今集 不是 我是想聽小花 你想說話 是說了一點 歸無廢話 話說我有朋友在外國 遇到一些東西挺有趣 我都問了他先拿來分享一下 他是想買一些東西 他送禮物給別人 在外國 不知道是否適合市場 還是什麼 他付錢的時候 正當他掃錢出來 那個收銀 就跟他說 收銀 我們由於現在這個 武漢肺炎肆虐 我們不收錢了 你有沒有卡 怕錢是帶菌 對 錢也不要 我的朋友心想 那怎麼辦 我沒有 又沒有卡 有錢 但我有錢 你又不收 那怎麼辦呢 那個人又跟他說 不敢 那我給你了 你拿去吧 這麼好的 我聽到 我突然說 遇到一個好人 聽到原來 怎麼知道 原來不是的 不是的 他就說 你幫我跟我說 因為那些東西他碰過 是 就是 因為他碰過那樣東西 所以 就決定送給他 大哥 要不要緊急 我覺得 這個武漢肺炎 令到人 存在瘋狂 有一點神經 不只是在亞洲才會發生 因為這件事是武漢爆出 武漢肺炎 所以就好像是 只是亞洲才發出 其實全世界的人類 都是這樣的 我相信這件事 他日 是會 被作為一個紀錄 或者不一定是 從文字 可能會用一些卡通形式 等等 去做一個紀錄 這件事是挺有趣的 跟我們今天說的 有些關係 小發剛剛說 一些後世 會用一些卡通形式 去做一些紀錄 做一個歷史 不是每天都只是文字 給一些後世人看的話 我極力推介大家看一看 我今集為大家準備的這個題目 沒錯 首先要感謝我們有一個族友 散海驚 Darick Darick 他之前大概好像去年還是前年 總之之前 有送過一堆書給我們的幾位主持 包括我 波瑞 當時的謝里 Vector 等等 有很多不同的書 其實我們一直都在看 沒錯 其中一本 在我手上的 就是《山海經》這本書 《山海經》大家都知道 其實是屬於中國的一些古代傳說神話的書 沒錯 但同時間 他亦都被譽為 因為我們經常說 我又提到之前 《新天地會》那集 他們引人入會就是《港經》 我經常說《港經》 《港經》其實是說什麼 不是說《佛經》 那些什麼經文等等 其實很多時候《港經》的出處 是在說《山海經》 沒錯 原意就是說 其實你說的沒什麼意思 沒什麼水準 就是壞人說《經》嗎 這件事其實是壞人內容 有沒有值得參考的價值 對 《經》也是在說《山海經》 因為其實大家 我相信如果對這些奇珍義獸 沒什麼興趣的朋友 其實拿著《山海經》 你其實不知道它裡面在說什麼 我小時候其實有看過 我看過那本就沒那麼厚 我看過那本是一個硬皮 然後是啡色的 然後裡面是很多卡通等等 我經常拿來看 不知道為什麼是一柄屎 我年輕的時候 我媽媽就 我覺得我要那本她知道 其實你當小朋友看的話 就未免會是太過複雜 原因是因為《山海經》裡面 其實我隨便看到一頁 譬如有隻這樣的怪獸 有公仔 這是什麼字來的 這個叫做 漫漫 其實它裡面有很多的神獸 它是用一些古籍說的記載 用一些文言文去記載 以前說的文言文 所以提到的這隻神獸 然後有一堆用我們平時看的白話 就去解釋這隻神獸出現的時期 或者是一些隱喻的帶來 譬如有些神獸會帶來災害等等的東西 去解釋 因為其實只給你文言文去看的話 你真的 除非你是波Sir 所以其實如果給小朋友去看的時候 有些白話去解釋的話 會比較容易看的 但是對於 我幾時都認為《山海經》這些 其實是被一些已經成長了的大人去看的 反而回想 其實很多迪士尼的卡通 今時今日都不只是普通的卡通 給年輕人看 背後的訊息其實都很深 不一定是很神秘的東西 可能它想帶出一些意思 其實大人現在要怎麼想 之類之類的 所以今集其實我認為 我和你的題目 都是想幫剛才《港經》那句 做一些平反 其實《港經》 《山海經》 並不是完全沒有意義 純粹好像一個故事書 這樣的一般 對 你可以當作故事書去看 或者其實 說回《山海經》的背景 其實它是先秦 那時候制定的 先秦是多少年前 這個你叫我講的數字 四千多年前 下約四千多年前 就是歸納了一大堆不同文獻 所說的奇珍異獸 歸納為《山海經》 因為其實裏面包括有很多不同的古籍 所說的一些奇怪的怪獸 或者神獸 也好 有些怪物 就組織在一起 變成《山海經》 而它的作者 我相信 有看過《山海經》 《山海經》 資料的人都會知道 其實有很多個作者 不只有一個半個 我們也不知道真正是誰 例如有誰 大嶼 即是治水那個 然後還有 差不多同期有個 叫做百億的人 這個反而我不太熟 這個我要再繼續看 另外還有 再過了二千年之後的屈原也有份 因為屈原有做《山海經》 有幫忙搞的 我真的不知道 我只知道他給了一天教我們 除了這件事 我也不是太清楚 還有食種 食種不關屈原事 是屈原其他幫助 其實除了當作是一本故事書 之外 其實裡面也有一些地理 或者是當時古時的人 怎樣去看一些怪獸的想法 其實都會在裡面可以反映出來 所以其實這一本書 尤其是對一些古靈精怪 也有興趣的朋友們 聽眾們 其實真的不妨可以看看 而不是只看西方的古靈精怪 尤其是J.K.樂林那套 《怪物與他門的產地》 其實裡面的一些怪獸 都是取自《山海經》 其實是取自《山海經》 是取自《山海經》 所以你們 我差一點也要說一句 奢養之餘的時候 希望你們看的一些作品裡面 你也要留意 其實有很多的創作 都可能未必完全是原始於西方 很簡單 我只是說 最近大家都很流行的龍珠 那條神龍 那條龍都是 其實說真的 是來自中國的 沒錯 其他地方都有形容過 大概龍類似的神秀 在其他地方出現過 但用龍這件事 或是我們正確的 我們那個心態龍究竟是怎樣 石上高 這是一個比較 中國傳統的文化 帶來給我們的概念 龍是甚麼 對 我又要拋一拋樹 說龍珠還是怎樣 其實是說我家裡 都有其他不同國家的一些怪物 一些大傳的書 包括中西方 你打算做導師是怎樣 不是 是純粹自己個人的興趣 所以說到龍的話 我家裡有本龍族大典 是說關於全世界各地 每一段時期的一些國家 他對龍的一些看法 或者他們的傳說裡面 龍的那個形象是怎樣 以及那些背景是怎樣 其實你發現 無論是龍族大典也好 或者我另外一本書 是叫做日本的 江湖時代的那些妖怪大傳 裡面其實 你不小心會找到 一些共通點 不小心會找到 中西方、日本等等 你突然之間會看到 有一、兩隻 或者可能 再更加多的一些怪物 是有共通點 其實會不會是說同一隻呢 是的 我們接下來兩節 當然都會說一下 裡面有什麼妖魔鬼怪 以及背後帶出來的 會不會有什麼意思 我們今天很明顯 就是介紹一本 《山海經》究竟是什麼 是的 還有你剛才帶出了一個點 就是當你的父母給兒子看《山海經》的時候 你在旁邊都從旁邊引述一下 因為真的有些字 搞不定 是的 我真的要故意上網找回 有些字的讀金是怎樣讀的 因為他們 我都不知道那些古人 用這些字用得這麼懂 難道真的有些字 難道真的有些字 其實真的 我們平時是日常應用 不會應用到的一些字 而那些字 其實是會出現在這本書裡面的 是的 那個範疇 我覺得比《迷離網量》 這四個字更加深 是的 今天是怎樣的 下兩節回來 讓Licky哥和大家繼續講經